你有曾經有另外一伴跟你討論 或是提到說 我們要不要來養個寵物 或是之類的話題 有提過 但是你知道 還沒有實時就分手了 應該不會是提完就分手了嗎 是沒有啦 只是就可能說 那以後可以一起養 然後還沒到那個以後就分手了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看怎麼看 就會在說你啦 幹嘛那麼兇啊 欸欸 帶我幹嘛啊 你帶我幹嘛啊 好的我們是 明明就 建明 欸 建明啊 不忘了高開明是 畢畢畢 我們今天來到小生地下街 參加小生生活的一個活動 並且進行我們街訪的任務 OK OK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咧 我們今天的主題非常嚴重 你要說嚴重就真的嚴重 嚴重 我握著 討論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生命 第二個問題 愛情 就是這麼嚴重 這樣合起來就是 情侶適合一起養寵物嗎 親妹妹那麼嚴重 你為什麼要說得這麼誇張 那你跟女朋友 也一起養過寵物嗎 你這就問對人了 像我跟我女朋友 就養了至少 就不要講 不要講 不要講什麼 我們放到後面 最後會跟大家講 可以了 我們和另外一半 都養了哪些寵物 但是我們的寵物 要真的加起來的話 真的就是一座動物園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先來採訪一下路人 來 GO 現在台北地下界這麼多人嗎 然後我們現在喊帥哥 還有回頭那個 我們就直接訪問他 好 我來喊 好 來 帥哥 帥哥 所以你覺得你是帥哥 應該 不差啦 還行啦 沒有到很帥 但還行 那我跟你說 我們其實不是配對節目 我們主要是在想要訪問你一些問題的 先請問一下 請問你現在單身嗎 是 現在是單身 我們不是配對節目喔 不是不是 好 想要請問一下 你覺得 情侶適合一起養寵物嗎 唉唷 覺得滿適合的啊 唉唷 因為畢竟這個毛小孩嘛 如果未來情侶有生小孩的規劃的話 搞不好可以先從養寵物看看 適不適合一起照顧個什麼東西這樣 做了什麼樣的行為 或怎麼樣照顧毛小孩 你才覺得 唉 他是可以 就是未來是可以在一起結婚共族家庭 基本上我就是負責躺在沙發上 看著電視 然後玩小動物就好了 你們有可能變單親爸爸 哈哈哈哈 他能做到的話 那我是 心懷感激的 要不要看護 心懷感激 心懷感激 有曾經跟另外一半一起養過寵物嗎 沒有欸 我都做我女友的狗這樣算嗎 那你覺得你算是什麼樣的犬種 都可以欸 有時候是小狼犬 也可以當小奶狗這樣 你有可能是雞娃娃嗎 雞娃娃 我這樣講真的可以嗎 如果你今天養了一隻寵物 你有什麼話想跟你的寵物說的 啊 我有什麼話喔 想跟你的寵物說什麼 如果他會說話他會回答你喔 你昨天咬壞人讓沙發多少錢 就要吐出來這樣 跟他討債可以嗎 請問一下你覺得情侶之間適合養寵物嗎 為什麼 看情況啊 我覺得要界定一些問 就是你們穩不穩定 這兩個如果穩定的話 養隻寵物那沒什麼問題 那我想問一下 你曾經有跟另外一半養過寵物嗎 我沒有 但我朋友都有 都有是不是 我朋友都有啊 那你怎麼沒有想 沒有穩定的感情 都沒有穩定的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有養過寵物嗎 我自己有啊 我家有養貓 你自己住嗎 沒有 我跟家裡住啊 你有沒有曾經在照料寵物 或者是布置環境上 跟一起飼養這個寵物的人 起過什麼爭執 或者是分歧 其實還好 因為我家人 一開始不喜歡動物 不喜歡寵物 對 通常爸爸媽媽都這樣嘛 你不要有抓東西回來喔 對對對 但是 這種我們就秉持著一個先掌後咒的一個 抓回來了你就喜歡了啦 不要下班好嗎 那個貓的屎尿都實在處理 大部分是我啦 但是我有時候我在外面在工作啊 或是對對對 你會不會很常在外面 我現在還在當兵 所以會 哈哈哈哈 沒錯 想請問一下 您現在單身嗎 哦對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要騙 不要騙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為什麼單身 因為就是沒有 這什麼XX的問題啊 沒有對象所以單身 OK 那我想請問一下 情侶適合一起養寵物嗎 為什麼 不適合 如果分手怎麼辦 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考慮的方式 驗一半啊 怎麼驗一半 欸 要上法院 對啊 對啊 但是一三五 你二四六 我禮拜天兩個一起待出門玩 如果分手了 你會希望 讓寵物跟誰 所以一開始就要講好了 如果是我的話 就一定要我 去打今天的時候 就先打我女子啊 哈哈哈哈 我跟另外一半 養過寵物嗎 沒有欸 而且我自己沒有養過寵物 你自己沒有養過寵物 對 女生怎麼可能不想養寵物 女生不是都應該會有那種 你在刻板印象 對啊 你刻板印象 對啊 怎樣 男色的一定要是藍色的 是不是 哈哈哈 Oh my God 你有曾經有另外一半 跟你討論 或是提到說 我們要不要來養個寵物 或是之類的話題 有提過 但是你知道 還沒有實時就分手了 哈哈哈 那不會是提完就分手了嗎 是沒有啦 只是就可能說 那以後可以一起養 然後還沒到那個以後就分手了 那你不太好意思的話 你要不要趁著 今天小生生活的活動 你寫在明信片裡面讓他吃到 也是可以 哈哈哈 那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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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過去一個交代啦 那我要跟你解釋一下這個明信片 就是 這個明信片就是我們今天小生生活辦活動 所以來參加活動的就會有 承認表造型的明信片 跟書籤可以拿 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來寫 好 來囉 真的要寫哦 書籽負責 哈哈哈 又不是寫給我 對不對 那你就承擔這樣子 情侶適合一起養寵物嗎 為什麼 嗯 我覺得不太適合欸 因為其實像很多羚羊貓的 都會要求不可以情侶一起養寵物 分手就會不知道 歸屬權是誰 小孩是最無辜的 你今天遇到這個狀況 你也希望 小孩是跟誰 當然跟我啊 你不會覺得 看到他就就是 想起過去 那個舊傷 還好啊 他就是屬於我的 就反而是這種人才適合跟情侶一起養寵物欸 對啊 真的要有這種心理建設 就是為寵物著想 不管我們今天有沒有在一起 寵物都應該要有一個好的回溯才對 那你要跟你另外一半養寵物嗎 不要 那你現在自己有養寵物嗎 要 那你養什麼寵物 麻吉斯 麻吉斯 我也養過你是麻吉斯欸 很吵 而且叫聲很大又很尖 如果今天 你的狗會講話 你有什麼話想跟你的寵物說 褲子不要一直叫 終於叫王也叫 叫什麼叫 打遊戲也來叫 超級 你有養寵物的經驗嗎 養過 槍鼠跟 鳥 是這樣的 你有跟另外一半 一起養過寵物嗎 兩隻都是不同的男朋友 那他們不會覺得說 你要換爸爸 換爸爸 剛好都是在 死掉的時候 同一人 所以 那你 有一篇研究報導指出 寵物 往往反映了 主人的心理特質 你是不是看過這篇報導 王鳥是蠻XX的 會甩頭呢 不會不會 對 但很吵 所以你覺得你養這個寵物 跟你的人格特質有點像 很像 兩隻都很像 是 延伸到一個問題 你覺得 你在愛情裡面 比較是 主人的關係 還是寵物的關係 但我好像是主人欸 你有強勢嗎 我蠻強勢的 真的嗎 對啊 就你家做什麼 他就要做什麼 好奇怪 不是 看事情 看事情 對 看事情 那你什麼星座 雙子 哦 為什麼要 其實我不瞭解雙子 我只是想說 啊一下 看一下後面要怎麼剪 這樣子 OK 為什麼說我們家 就是跟劍民家 加起來 會就是 成為一個動物 原來是因為 我們家就有養一隻黑柴 然後 八隻貓 一隻藏鼠 正常家庭 好像就算 蠻多的了 對 如果全部加在一起 應該會 蠻熱鬧的 現在就幫我來介紹 我到底養了一些什麼東西 劍民養了狗跟貓 還有 倉鼠 那第一個 我也要養倉鼠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我養了 1 2 3 4 5 6 7 8 90 4 1 12 12隻手工 11隻街角手工 然後 一隻 肥威手工 現在要來抓牠 給你 哎喲 你看 牠是想咬我 牠是要街角手工 小生生活的站住 小生 小生 對呀 過手這裡對不對 日生活其實是一款日式田園的治癒遊戲 真的很解釀 沒錯 甚至是身為住屋主的我 像小生生我也算是圓了我一個 想要打造家園的夢 牠可以種田 牠可以兜貓 牠還可以讓我邂逅小生的路人 是的 而且均勵也可以一起在小生生體驗 物製家居或養寵物的感覺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 拜託下載看看 或者是 那我家光光 我們這一次還有一個 吉普利樂園的活動 只要使用買卡的指定儲值方式購買 對話我們買卡的指定面額 就有機會獲得 我問一下廠商 獲得什麼 獲得吉普利樂園 新小生 互助金 現金3萬元獎項啊 真的太多了吧 資訊欄下方我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去下載看看 答應我一定要去看啊